大家好,我是苏哥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幽灵船》 影片一开场 在1962年的某一天 一帮乘客正在客轮上又唱又跳的时候 一场精心密谋的屠杀开始了 这根钢丝绳跟切豆腐似的 七里咔嚓把除了小甜甜之外的人全给杀了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 这艘客轮一直没找到 大老王是搜救打捞队的队长 手下有一帮业务能力很强的船员 因此这一年下来钱可不少挣 一帮人干完活正在酒馆里庆祝的时候 鸡贼哥凑了馆 说自己在北极圈气象巡逻队工作 上个月在巡视的时候 他在白令海峡发现了一艘无家可归的客轮 按照海洋法的规定 任何在公海发现的无主船只都归发现的所有 鸡贼哥说甭管这船只多少钱 你们得手之后必须分给我20%的发现票 大老王和手下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在巨大的利益诱火下 这帮人决定过去看 不过鸡贼哥要的20% 大老王觉得有点过分 毕竟这孙子什么活都不应该 大老王说我给你10% 要么搭进要么滚蛋 鸡贼哥说行 那我必须跟你们一块去 鸡贼哥所说的这艘客轮 正是开头那个死了一大帮龙套船 转过天一帮人开着搜救船上路 经过一星期的长头跋涉 大老王等人终于找到了鸡贼哥所说的那艘游轮 可不管大老王怎么呼叫 客轮上根本就没有回音 搜救船来到客轮跟前之后 大老王才发现原来是40年前走丢的那艘意大利客轮 随后大老王带着队员春花小胡子和黄毛登上了客轮 茶叶蛋和鸡贼哥 还有鸡羞师龙套哥则留在了搜救船上 自打这帮人上团之后 诡异的现象就开始不断的出现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反风表现方式 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观众知道危险的存在 而影片的主人公却不知道 因此观众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替主人公捏了一把汗 小胡子正在往前瞎学木的时候 突然一脚彩虹差点就掉了下来 幸亏被春花一把给拽住 而就在这个时候 春花突然看到一女孩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这个女孩不是别人啊 正是开头那位唯一的幸存者小甜甜 四十多年过去了 小甜甜连个儿都没找 这显然已经违背了自然规律 不用说这里面一定有毛泥 不过这帮人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黄毛无意中找到了一块电子表 要知道在1962年那会儿 电子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大老王说肯定在咱之前有人来过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这船是咱的了 明儿一早的就把这玩意儿给拖回去 不过大老王的这个想法 马上就遭到了其他人的质疑 因为他们的搜救船要想拖走这么大一客轮 就如同蚂蚁拽大象非常的够呛 于是这帮人一合计 决定尝试着把客轮给修好 春花自打看见小甜甜之后 这蚁不跟就不停的窜凉起 总感觉要出什么事 休一搜已经废弃了四十多年的客轮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查一旦见一笑的人过了 但大老王却不想再给外人分一杯羹 说干就干 几个人带着设备再次登上了客轮 在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里 春花发现池壁上有很多的弹孔 地上还有一些弹壳 似乎是曾经发生过枪战 当春花准备爬上去的时候 小甜甜再次出现 可把春花给吓尿了 当时就摔了猫肉口 大老王来到船长的房间 发现桌子上居然还放着一瓶没有喝完的酒 这大老王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端起酒杯就打造喝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从镜子里看到了 当年的船长李大白那张苍白的脸 春花从游泳池里出来之后 池壁的弹孔里突然流出了红色的液体 这就说明当年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流血事件 春花和忌贼哥摸到洗衣房 这姐们不顾忌贼哥的劝阻 非要打开一扇秀极斑斑的大门 这一打开不要紧 呼呼啦啦连水带尸体全都流出来 趁着这二位正蒙圈的时候 邪灵悄悄的就把门给锁上 春花说这是个是非之地 再不走全都得嗝得皮 可想走哪有那么容易啊 退路早就被邪灵给掐断了 春花一看只好和忌贼哥往前走 茶叶带来到舞厅 发现烟灰缸里的香烟居然还冒着烟 而就在不远处 当年的那位女歌手正偷偷地看着她 虽然这船上有个把妖魔鬼怪 但也不是没有好玩意儿 春花说这种巨额财富我可做不了了 还是把大老王也叫过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从对讲机里 传出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春花顺着声音来到厨房 小胡子和黄毛突然窜了出来 当时就把春花给吓叫 这哥俩说我们给你开玩笑了 哎呀这俩大笨蛋是真嫌死得太慢 一帮人来到发现金条的屋里 撬开箱子之后 除了比较冷静的茶叶带 所有人都疯了 茶叶带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 咱最好带着金子赶快走 邪灵一看这帮人想跑那能干吗 悄悄地就把装饼丸的罐给打开了 小甜甜意识到公庙就打算提醒这帮人 但狗撵吐晚一步 茶叶带那边刚一点火 随着光当一声 龙套哥和搜救船的戏粉全都杀了清 搜救船这一爆炸 算是把这帮人困在客轮上了 老司机遇见新问题 大佬王比谁都着急 黄毛和小胡子年轻力壮饿的一块 哥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 四十年前的罐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些罐头早就坏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幻觉做的怪 春花在小甜甜的房间里 瞎学末的时候 发现了小甜甜当年上吊的遗骸 春花取下小甜甜脖子上的吊坠 看到里边有两张照片 是小甜甜的父母 这个时候小甜甜的鬼魂出现了 小甜甜说了一些 让春花刺懂非懂的话 大致意思是 他们这些灵魂之所以留在这儿 其实是被困住的 眼瞅着小甜甜要说出真相 导演急忙让习灵把小甜甜给掳走了 紧接着茶叶蛋又出现了幻觉 他发现自己瞬间就成了那碗最亮的仔 这种众星腾月的感觉 让他有点找不着尾了 女歌手吐气如蓝 把茶叶蛋聊成的是热血沸腾欲罢不等 这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男人 没有经受住诱惑 一头就栽了下去 当时就嗝的屁 大老王那边则更诡异 居然跟船长李大白的鬼魂聊上了 李大白给大老王看了几张照片 大致意思是 当年李大白的这艘克伦的 在海上遇见了一艘即将沉没的船 那几箱金条就是他们从那艘船上搬过来的 而且那艘船上只有一个人生还 大老王一看生还者的照片 这尾巴哥突然就窜上一股良心 跟李大白聊完之后 大老王很快就被邪灵给忽悠 眼前出现了幻觉 看谁都不像好人 幸亏鸡贼哥及时赶到 不然冲花可真就交了饭票 为了防止大老王继续回来 几个人把他们这位 神志不清的船长关进了小黑户 为了能尽快离开这儿 冲花等人开始修复船体的漏洞 忙活完之后 冲花再次见到了小甜甜 小甜甜猛的一发工 很快就把冲花带到了 当年出事的那天晚上 原来船员们把那些金子 从那艘出事的船上搬过来之后 在利益的诱惑下 一些船员盎其赢气 决定把其他人全给杀 然后独吞这笔巨额的财富 吃瓜的乘客们 在这场大屠杀中 除了小甜甜无意幸免 乘客们死了之后 这帮船员又开始 为了利益相互厮杀 最后杀来杀去 就剩下女歌手一个人 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 那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 以金子为诱 收集有罪灵魂的鸡贼哥 鸡贼哥为了能够长生不老 必须经常收集人的灵魂 向魔鬼献祭 而且必须是有罪人的灵魂 像小甜甜这种纯洁的灵魂 鸡贼哥是无法控制 幻觉结束之后 春花急忙去找大老王 发现大老王已经挂了 紧接着陆续领盒犯的 还有黄毛和小胡子 春花装好炸药 刚打算把船给炸的 鸡贼哥摇身一点突然就出现了 两人在水下面掐了一会儿 春花利用小聪明帮闯一炸 客轮这一沉默 被困在船上的灵魂都得救了 影片的最后 被过路的邮轮救上来的春花 刚被抬上救护车 突然看到鸡贼哥领着一帮傀儡 即将登上另一艘客轮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尸呀行吗 只要有吃就有喝 欲望就别那么多 笔上不足笔下鱼 还要什么自行车